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民族风格的环境设计 环境设计一般我们可以分为室内空间设计和环境景观设计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室内空间设计 室内空间设计是对建筑内部空间进行功能、技术、艺术的综合设计 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 运用技术手段、造型艺术和人体工程学等知识 创造舒适优美的室内环境 以满足使用和审美的要求 室内设计作为一种文化载体 更衣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 谈到中国风格的室内设计 就不得不提到近些年来 备受推崇的新中式风格 新中式具有中国传统民族文化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演绎 是对中国当代文化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当代设计 新中式是传承传统中式风格的精髓 并且运用现代抽象的设计形式 来展现中国室内设计的现代性和思辨性 融会传统文化精神 并且用纯粹抽象的现代设计观念和语言 来形成现代与传统结合的 中国现代室内设计风格 新中式风格在设计上延续了 明清时期家居配饰理念 提炼了其中经典元素 并加以简化和丰富 在家居形态上更加简洁清秀 同时又打破了传统中式空间布局的 等级尊卑等文化思想 空间配色上也更为轻松自然 新中式风格不是纯粹的元素堆砌 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将现代元素和传统元素结合在一起 以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来打造富有传统韵味的事物 让传统艺术在当今社会 得到合适的体现 例如 新中式风格的家居 常常表现为 现代家居与古典家居相结合的设计方法 中国古典家居以明清家居为代表 而在新中式风格家居配饰上 都以线条简面的民式家居为主 色彩方面则以深色沉稳为主 以黑白灰棕色为基调 配以皇家住宅的红 黄 蓝 绿等作为局部色彩 例如家居色彩一般比较深层 这样整个居室色彩才能协调 再配以红色和黄色的靠垫 坐垫就可以烘托居室的气氛 装饰材料主要以木质为主 辅以丝 纱 织物 壁纸 玻璃 防骨瓷砖等等 而装饰方面常用的有瓷器 陶翼 中式窗花 字画 布翼 中式圈翼 佛头 以及具有一定含义的中式古典物件 借助中国传统民间装饰元素 分析民间装饰元素蕴含的深层次文化 尤其是民间装饰元素的寓意 构图形式和影响其他发展的 社会文化哲学内涵 挖掘其深层次的设计思想 提炼出适合于现代生活的设计手法 再结合现代室内设计理论 以空间塑造为设计要点 运用现代材料 技术 营造出具有东方情调的室内空间 可以使人们居住环境 更富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在室内空间运用民间装饰元素方面 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形式 而应该在运用现代设计思想 对民间装饰元素的形与绳 进行开阔和提炼 从整体上把握设计元素的形态与绳运 注重保留民间装饰元素 所蕴含的深远意境 通过现代技术与材料再现 其蕴含的传统绳运 而非仅仅是对民间元素表面形式的 简单片面的运用 合理运用民间装饰元素 能够营造出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式空间 这样既能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 体现现代感 又能满足人们对地域性文化性的精神需求 最终设计营造出让人内心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室内空间 我们再来看一看环境景观设计 环境景观设计是运用艺术设计方法研究环境景观的艺术创作与设计 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尤其是城市环境景观 建筑环境景观的设计 作为我们环境景观设计研究的主要对象 环境景观设计 涉及建筑学 城市规划学 城市设计学 历史学 美学 宗教等等内容 它有四个特点 综合性 区域性 动态性 和方法的多样性 环境景观设计的核心 就是以研究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构成为基础 以实现我们所生活的城市 乡村 以及所有的环境景观 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个性 环境景观设计的灵魂是特色 其特色主要能反映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 精神生活 以及习俗和生活情趣 因此 环境景观设计 是一个民族 在特定的历史及生活环境的反映 我国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及自然环境的不同 呈现出了多吃多彩的人文景观 这是现代景观设计的 重要资源和基础 融入人文景观资源 结合民间装饰元素 利用现代景观设计手法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 进行环境景观设计 是当前形成优秀景观的思路之一 例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朱玉房先生 2002年 对北京京农街北顺街13号四合院 进行的改造设计 就是优秀的景观艺术 该设计的主题是 与谁同作 为了营造独特的意境氛围 设计师除了充分的保留原有 怨落格局与风貌之外 还根据人们对儒雅亲近的心理认同 以沙利铺底 植族一虫 治水一波 摄卧史一块 分别代表清风 明月和我 坐于室内 品名闲谈 赏卧史 看竹影 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 这种宁静的气氛和意境 正是当今居住环境景观中的 向往和追求 传统民间元素 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出现 不仅能够美化环境 还能使环境让人产生心理认同感 安全感与归属感 所以在现代住宅区的景观设计中 地面铺装 路灯 座椅 雕树 各类指示标志等 大量运用的民间的装饰元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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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一章我就为同学们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